華紅半導體1347 這個觀眾王靖 他說早晨 華紅現家能否入得過 麻煩你 看到之前 其實就是 又持續有些傳聞 就說中央要加大內地的 芯片研發力度 又可能會有些鼓勵的措施 大家憧憬 上個星期五 急升了一乘三 之後也叫做陰跌 其實已經跌回升之前的水平 又回落到這個水平的時候 你覺得現水平又靜止一級 以及你怎樣看半導體行業的前景 其實新聞真的有很多 新聞有很多 但新聞是完全逆轉的 由去年到現在的情況 去年一面倒廠 供應緊張 到現在可能是 嘗試的一些經驗的供應反而 是一些供過預求的情況 我覺得華紅半導體本身來說 這個股份是跟整個電資行業相關的 而我們剛才提到 整個電資產品行業來說 今年上半年真是走勢真是不一般 你無論看到半導體行業的生產 又或者定價 不要甚至乎回顧美股的Lawada 其實股價也跌了不少 因為反映根市場 對於未來整個電資行業 再廣大一點 廣大整個經濟 都不太看好情況之下 因為這些產品周期可能由過往一兩年的上升周期 去逆轉回到下跌周期 所以股價大體上走勢 其實從今年跌幅都很大了 跌回到下跌 曾經去過四十多元 今年二三月的時候 跌到現在沒有了一半 你如果是否在吸納時期呢 我覺得如果短期撥一個反彈的話 我覺得暫時都先看好一點 我想到現在都未必是一個很放心的水平 因為你見到其實股價 由八月大概八月初 為初下跌 其實就陰足居多了 走勢都是一浪跌一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真的想補一個短線反彈 我想不如再貪心一點 看看能不能夠下跌 可能是貼近二十二個半水平 或者叫二十三元以下 先繼續考慮一下短線反彈 但是反彈的動力 其實我覺得除非整個經濟 整個電子產品行業周期有回升 否則幅度都不會太大 目標上去看可能是二十六元的情況 很明瞭 這次我購買了 這次我購買了 我購買了 各個傾兵 可以吼本來 我們有這個傾兵 可以吼本來 我可以吼本來